1952年冬奥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 挪威人从诺海姆故居中的壁炉里点燃了奥运圣火 1863年诺海姆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竞技滑雪比赛的冠军 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相对稳定的滑雪版固定装置的发明者 也被称作现代滑雪运动的先驱 奥运圣火经过了94名火炬手的接力传递之后 圣火最终来到了冬奥会的主体育场 之前的1936年和1948年两届冬奥会 虽然同样点燃了圣火 但并没有进行火炬接力 1952年的这次火炬接力仪式 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火炬传递 从此火炬接力也成为了冬奥会的传统仪式 这届冬奥会共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694名运动员参赛 比赛共是22个小巷与上届持平 这届冬奥会最吸引人们目光的是 加入了女子越野滑雪比赛 在新增加的女子10公里比赛中 芬兰队包揽了前三名 维德曼以41分40秒的成绩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女子越野滑雪奥运冠军 现代竞技滑雪运动大多起源于北欧 作为越野滑雪强国 挪威队期望在这届冬奥会上大显身手 但却事与愿违 虽然在第一项男子18公里 挪威选手布伦登 以一小时1分34秒的成绩夺冠 但是二三名均为芬兰选手获得 在接下来的三个项目上 芬兰队更是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 男子50公里 哈库利宁以3小时33分33秒的成绩折柜 领先第二名 他的队友4分多重 男子4成10公里接力 夺冠的是芬兰队 成绩也领先了第二名挪威队近3分钟 不过挪威队却在另外两项 北欧式滑雪比赛中收服失地 贝格曼赢得了跳台滑雪冠军 斯洛特维克则在北欧两项比赛中摘金 这届冬奥会在高山滑雪比赛进行了项目的变更 男女全能比赛被移除出冬奥会 取而代之的是男女大回转 美国女选手安德利·米德·劳伦斯成为了高山滑雪比赛的最大赢家 她一人多得了回转和大回转两枚金牌 上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女子全能冠军 奥地利选手贝泽尔获得了本届冬奥会滑将金牌 男子方面 1950年世锦赛滑将冠军 31岁的意大利老将科洛再次赢得了滑将金牌 获得滑将银牌的奥地利选手施奈德 三天后在回转比赛中成功夺冠 而东道主挪威选手埃里克森 则是将大回转金牌和回转银牌收入了中 这届冬奥会上的多金王来自于速华赛场 28岁的挪威选手亚马尔·安德森 在家乡父老面前大展雄风 他一人包揽了男子1500米 5000米1万米3枚金牌 并两次打破冬奥会记录 依靠着安德森的出色表现 挪威代表团也以七金三银六筒的总成绩 第五次占据了冬奥会金牌榜的榜首 在速华的四项比赛中 挪威人唯一旁落的是500米 美国选手肯亨利以43秒2的成绩夺得冠军 花华赛场 上届比赛中完成阿克赛尔两周跳的美国男选手 理查德·巴顿在这届冬奥会上表现惊人 他成功地完成了后外截环三周跳 并在规定图形和自由华两项比赛中都排名第一 最终毫无悬念地位免了男单金牌 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个 在冬奥会花华比赛中实现位免的男单选手 女单比赛 上届同牌得主 英国选手阿特维格 凭借着在规定图形比赛中的精彩发挥赢得了金牌 成为了英国第一位个人项目冬奥会冠军 双人滑比赛中 德国组合巴兰·法尔克 以0.22分的微弱优势惊险夺冠 雪车比赛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拥有着多条雪车赛道的德国队成为了新的霸主 他们包揽了男女双人和四人雪车的两枚金牌 老牌金驴美国队获得了两枚银牌 瑞士队多得两枚铜牌 并球比赛共有九支球队参加 进行单球管赛 加拿大队以七胜一瓶的战绩成功为免 自1920年安特卫普夏季奥运会设立了男子冰球比赛以来 加拿大冰球队在一届夏奥会六届冬奥会当中取得了六金一银的佳绩 美国队虽然占平了加拿大队但却输给了瑞典 以六胜一瓶一负获得银牌 瑞典队获得了铜牌 在1952年还有一项集体球类比赛作为表演项目登上了冬奥会的赛场 那就是班迪球 班迪球这项运动流行于北欧及俄罗斯 运动员同样手持球杆进行比赛 与冰球相似 不同的是 班迪球的比赛用球是一个小球体 而冰球是扁圆柱体 另外 班迪球的比赛场地与足球场大小基本一致 比赛时双方各11人比赛时间90分钟分上下半场 因此班迪球又被称作大场地冰球或是冰上足球 这届冬奥会只有挪威、瑞典、芬兰三支队伍参加了班迪球比赛 最终瑞典队夺得了冠军 四年之后 冬奥会从北欧来到南欧 意大利城市克尔蒂纳丹佩佐迎来了第七届冬奥会 我们下周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